药不能乱吃 R12对女孩突发脑梗死 一侧偏瘫 竟然可以吃止疼药有关 这个女孩是我们急诊收了一个病人 一个留学生 当时是晚上 老师说是在学校 突然间昏迷了 有人看到之后就打120 把她送过来 经过这个处理之后 发现一时清醒了 但是左侧肢体偏瘫了 就是完全不能动 高度怀疑还是脑梗死 紧急又做了急诊成功诊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梗死 这就是一个比较疑难的病例 明明有典型粗生的表现 但是检查查不出病灶 这让医生们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个时候 女孩随身携带的药品 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她经常的头痛 偏头痛 然后她从国外 自己带了这个布罗芬 正常每天的话 一般是300毫克 她每天服用 大概超过900毫克 连吃了20毫克 小丽心中也是有很多疑问 急性脑梗 和这个吃止疼药 又有什么关系 布罗芬长期大量吃了碗 会引起这个血散 而且这个女孩 合并了一个卵眼孔未必 卵眼孔未必 其实是一种结构性心脏病 觉得比较常见 但大部分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她这个药 有血散之后 通过这个卵眼孔 跑到脑子里边 形成就引起了问题 最终这名女孩 被医生们诊断为 隐医性脑梗死 之所以当初查不出病灶 专家们推断 是因为产生的责任病变非常小 目前的磁共振机器 还未扫描道 经过我们这个对症的治疗处理之后 想让女孩恢复的完全治理 完全走路什么都没有问题 目前康复出院了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遇到不舒服的情况 还是及时到医院 按照这个医生的处方 来规范的用药 这样更安全 不要忙碌的 这个过大量的 或者过长时间的吃药 就像医生所说的 药不能乱吃 大家一定要铭记于心 同时呢 对于一些处方药 大家一定要紧遵医嘱 按量服用 有困难找小丽小丽帮忙一帮到底 小丽帮忙团 唐思欧王小丽为您报道 小丽帮忙碌